这个狐狸精是个狐妖 名叫巴卫 刚才救的男人是这个地方的土地神 他把土地神的神位让给了奈奈生 两只鬼火兴奋极了 等了十几年的主人终于回来了 可奈奈生是个人类少女 就因为额头上的神印成了土地神 这让身为神使的巴卫很不满 这么一个脏兮兮的小女孩能干啥 两人互相嫌弃 巴卫更是丢出世纪难题 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他侍奉的主人只有寓影 第二天奈奈生醒来后开始了土地神的工作 先是打扫庭院 又是清理房间 连神社的地板都不放过 这哪是土地神 明明就是家政保姆 等到忙完这些 一位老婆婆前来许愿 奈奈生静奇迹般听到了他的心声 原来听取参拜者的愿望 也是土地神的工作之一 由于预影离家多年 参拜者的愿望已经记录了数十本 这些都是巴卫一个人在做 不过他也深刻认识到自己不适合当土地神 他要和巴卫打个招呼 巴卫回到了妖怪的世界 此刻正沉浸在温柔乡里 面对鬼火的到来 他丝毫不慌张 反正那种破神社荒废就荒废吧 他早就当逆了神使 谁知这话戳中了奈奈生的痛楚 他明明有家回 却这样轻易丢弃